好,刚才呢我们讲了第九部分NJX访问限制,下面请看NJX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有两个方面组成,第一呢是基于主机的 控制你访问网站,让你访问你就能访,不让你访问你无法访问我们的网站 第二呢基于用户,用户访问网站是默认是匿名的,对吧 当我们有些需求需要开启身份验证时怎么开启呢 通过这个部分,首先看基于主机的 基于主机呢,主要通过网站的一个叫访控的模块 这个模块只要安装成功啊,一般都是默认安装的 叫HTTP,AccessMode,装了它就可以用了 那么它的语法就两部分,要么就是允许Allow 允许,要么就是Denay,拒绝 那配置的时候呢,可以配置很多信息 比如说你可以允许一个地址,一个网段,你懂吗 或者是允许所有人 OK,那么我们配置的位置可以放在HTTP里面 那放这呢,那这个策略对整个服务器受影响,对吧 那也可以放在Server,Location 等一些限制策略当中 那么它们的影响范围呢,是越来越小的 OK,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放在哪呢 放在Server里面就可以了 就是我这台虚拟主机 我这个A.com,我想拒绝你访问 下面呢,来实现这个过程 啊,实现的过程有两步 第一步,大家都能访问的,对吧 然后呢,我先限制它 再测试一下,验证这个结果 好,我们呢,该有个服务器 好,这个服务器呢 它的配置文件在Comp Default里面 我们找到Server 就在这里,写什么呀 Allow 10.0.104.5 我的IT是166吧 对吧,我肯定能访问 然后呢,我还允许谁呢 我还允许10.0.104点 咱们呢,有人IP 194的IP是吧 行,好,就我们俩能访问 好,就只有我们俩能访问 好吧,我来设置一下 按理说大家都可以访问的,对吧 好,重启完以后 我们再次访问一下 好 10.0.104.131 能访问吗 能访问吗 哎,大部分的同学应该 在我的局域网里面访问不了了 那是因为我限制你们了 我呢,把这个166啊 再限一下 是吧 我把我自己这个登机停掉了 重启一下 我们看我们能访问吗 OK 这就是我们在公司机房里面经常说封掉谁的IP 封掉谁的IP OK 这是通过网站服务的封锁方式 当然还有很多 比方路由器 保护墙 入侵检测 知道吗 保垒机 上网行为管理都能封 就像是咱们这个 从咱们这个学校啊 做教室 你想离开教室 离开学校 去玩去啊 我在很多地方都能封你 对吧 我在你的座位上把你按住 我在门口加个锁 我在大楼门口加个保安 可不可以 都可以 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啊 为了后续的实验 我要把这个部分啊 给他 给他 减封掉 为什么呢 别影响别的实验 OK 好 第二种叫基于主机的访问 这种访问啊 第二种叫基于用户的访问 这种啊 是需要提供用户密码 用户密码呢 需要首先我们设置 引用到服务器 就生效了 好吧 这个模块呢 叫NGX的网站 什么呢 基础认证 BASC基础 authentication 认证的意思 就是网站认证模块 这个模块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你直接把认证的用户密码 写到后面 就可以了 放到server里面 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就是你认证这个语句啊 你看 它写怎么写的 认证的基础的 用户 什么样 文件 后面你把文件路径跟上去 你把那些用户密码都写在这里面 知道吧 这样管理起来方便 你对那个文件操作不就行了吗 对吧 好 然后引用到server里面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第一步准备一下这个 变成文件 你说老师准备一个文件 还需要 啊 那个装工具吗 准备文件本身是不需要的 但是呢 这个文件里面需要加密 知道吧 我们装这个工具呢 是帮我们加密用的 http password 这是由http tools工具 所提供的一款加密工具 减c 是 create 创建 减m 加密的意思 然后呢 创建一个加密文件 在哪呢 在哪位置你来定 一会儿你把这个路径告诉服务器就行了 OK 啊 这是文件名 放在这里面 用户叫什么 用户 我把它体名叫优色识 一会儿 用户访问时 也要说这个名字 懂吗 密码多少呢 我不告诉你们 好 再来一次 好 再打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打c了 文件已经创出来了 这样吗 220 好 两个用户我创好了 你会创第三个用户吗 好 那么当我们去看这个文件时啊 kauf.d pass的时候 能看见里面的一些加密信息 OK 加密信息 这一串字就是加密后的密码 谁加密呢 ht password 加密的 OK 它从哪来的 从那个 httools工具 工具集当中来 懂吗 好 等于说 密码准备好了 谁用呢 我没说 我们要告诉 网站服务器 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呀 哎 引用认证 引用这个认证 最关键了 是这句话 什么呢 认证用户的文件在哪 知道吗 在 根下的 etcn 这个词 下面 conf.d 里面叫 password OK 上面这句话 是一段消息 就当用户访问的时候呢 给他说句话 知道吗 可以是欢迎词 可以是提次 懂吗 可以是让别人访问这个网站时 我们针对某些人说的话 好 配置完成 重启 不再现吗 好 当你再次访问时 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懂我意思吗 这个网站就不是那么轻易访问了 这种设计啊 一般 官网不用 用哪呢 用在公司内部的服务器 对内的 知道吧 对内的一些业务数据 部门部门之间的这样的情况 才会用到这样的 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啊 等一下吧 是吧 你让一刷新 主页谈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启动了认证 是不是启动了认证 哎 跟我说 这是一个访问测试 那么 我怎么去进去啊 只有在公司里面拥有相同权限的人 才会获得这个账号密码邮件 知道吗 通过账号密码邮件 才能访问具体的服务 那访问的内容是什么 你看你部门里面写什么了 懂吗 好 这是 讲的第二点 叫访问控制 好 这个部分啊 一会儿练吧 好吧 一会儿练 先去讲最后一个点 叫HTTP协议详解 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理论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你觉得咱们学完这个部分 能写一个协议吗 肯定不行 这个超级文本传说协议啊 是目前互联网 主流的通信协议之一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 用到它了 对吧 里面多多少少都在了解它 很多工具啊 很多模块啊 它为什么那么设计呢 都是因为 协议要求的 协议是什么呢 叫双方达成一致的一套规则 对吧 比方说咱们玩游戏 玩什么石头剪的木 这个有协议了 那一块出 对吧 那只能出三个 是吧 你会出改追什么的 这个 就不合适了 对吧 改追可以破石头 可以破布 可以破剪刀 是不是 咱们班同学笑点的很低啊 不是 有些同学笑点很高啊 跟木头一样 主要不是说这个笑话不冷啊 太冷了 主要是走神啊 有同学 那看什么呢 这么聚精会神啊 帮我看看身边的同学们 有没有在做一些 跟学习无关的事情 有 我跟TTP协议 双方达成一致的标准 这个标准适用于全球 为什么呢 因为互联网是连接全球的 你能看别的网站 别的国家人也能看你的网站 那么我们所执行的一切 是不是在统一啊 好 统一如下 HTTP啊 叫做超级 Hyper Tax文本 Transfer 传输 Protocol 协议 简称HTTP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你会发现 哎 很诡异的东西啊 你看 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只是什么呢 25行文字 对不对 这25行文字 你们还需要一行行看吗 对吗 不需要 这无非就是用户所观看的内容 和一些前端开发工程师所用的语言 对不对 但是 传给你之后变成了 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吧 咱这儿啊 给的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只有文字 但是传过来之后 你它又有图片啊 又有动画 又有声音啊 还能互动是吧 哎 你看这个名字很形象 超级文本 知道吗 对 超出文本 或者说它这个超级文本 包含的比文本之外 更更多的含义的一个写意 你所收到了就是个文档 你信不信 啊 你就是把这个文件 我告诉你 就这文件 从别人的机器考到你的基项了 你信吗 这个 这个操作我在前面的课 我已经示范过了 你在本地找个文档 你把这个文件单一下 那用了能量一起打开 喷 是不是变了 哎 那就是 在说 它传递其实是个文件 但它超出了文件本身的含义 我们把它叫超文本传输协议 这款协议是建立在TCP程序上的 哎 就是可靠传递的机制上的 整个工作啊 其实就是客户端 说我要看网站 然后呢 呃 想看的网站的具体的位置 是吧 你是想看呢 还是想往里面传的 比方说坑空间你传图片 那不光是看对不对啊 你是要给服务器对不对 好 服务器不管是看啊 还是拿还是要 还是给 那么服务器收到请求之后啊 就开始处理了 并且根据啊 请求做出相应的处理动作 不管是往里面写 还是往外读 最后啊 都要通过统一的成语 我们叫HTP响应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 有些关键词特别重要 比如说 这个词 可能同时第一次建是吧 建HTP建多 但这个词很少建 第二呢 它是一种安全可靠的传输协议 TCP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它是通过客户端发起了什么 Request 请求 然后服务器 什么样 Response 应答 来实现了信息传递 能懂吗 我们把一个请求 到一个回答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这个事情 叫什么 叫一个事务 OK 完成一个事务 我们服务器就会添加到日志 那么这一段话呀 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呢 其实囊括了整个这个协议所工作所有内容 但是对于不专业人或同学们刚入行的人来说呢 其实根本都听不懂这句话 特别是老师该圈那言名词 根本是不明白的 根本是不明白的 举个细节例子 我问你 你怎么告诉服务器 你说你要看那个片 服务器怎么就发给你这个片 这怎么怎么表达的 对吧 是吧 你想看这个 比方说 那个中国的吧 是吧 中国的论语 你看你们都在想什么 我都不知道 对吧 结果呢 人家给你发个日本的 对吧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对吧 哎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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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啊 有很多细节 你怎么实现呢 这就是下面的 这个部分知识点 所提到的很多关键词 比方说 URL 比如说HTTP头部 HTTP协议 这几个大关键词啊 共同组成了 这个协议的工作 OK 呃 去说明了 刚才老师说这段话 怎么实现 OK 怎么实现 所以这块内容呢 首先第一点 要掌握一个知识点 就叫 UR I 对 不是L 这是大写的I 你看 这是L UI 很多同学啊 知道URL 但是不知道UI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浮云 对 URI啊 是官方的一种说法 URI是几个东西的统称 是URL和URN的统称 OK 这个地址呢 是我下面讲解内容的出处 它是Modella提供的一套 关于HTP详解的一套手册 OK 我一会儿讲了就这个页面 你可以从笔记 或者从这个页面看到 好吧 知道我在说什么 知道我在说什么 老师把这些总结出来了 提炼出来给大家说 URI啊 叫做统一资源定位标识 它由URL和URN组成 URL叫定位符 URN叫定位编号 他们通常来定什么呢 通常是来定互联网上的一个文档 一个图片 一个视频 懂吗 一个音乐文件 一个这 一个那 一个那 一个这 一个压缩包 等等等等 好 我说了半天 其实就是在计算机上 一个文件 懂吗 这个文件如果播放器 能播放呢 就放出来了 播不出来 让用户自己下去 对吧 都是靠URL和URN 来定位的 URL啊 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 最常见的 也是我们探讨的主题 URL全称 叫做统一的 资源 定位符 URL 也被俗称为什么 网页地址 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呀 网址 那你说 老师 网址 哪儿网址 这就是个网址 懂吗 这就是个网址 这网址啊 有时候很长 有时候很短 是不是 你看 有时候很长 有时候很短 是为了 表达清楚 一个资源的 具体位置的 那不管它 多长多短 它都在 缩一个文件的位置 懂吗 这个你不要怕 就跟我们在系统当中 你去找东西 你看 你看 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跟下后面 那人家找 这玩儿是不是很深啊 这很深啊 哎就是路径不同的 有区别 路径不同的区别 那么一个UR最复杂 找什么样呢 这里要给了个案例 哎什么 HTTP 哎呦 导致帮我念一下啊 维队江 来 给我念一下 HTTP 冒号搜紧杠 开始 这怎么回事 你吃了 V6E 按的K2 等于V6R 怎么教你呢 预议啊 你不太熟的问题啊 我跟你说 首先第一个想法就是 第一 先老师说的 干嘛 不要怕念错 我昨天说了吗 说了没有 一反心里面想 不要怕念错 第二呢 你在心里面先默念一下 知道吗 你默念一下 第三 干嘛 大声的念出来 那么URN是什么鬼呢 URN啊 事实上啊 是用于命名的 而不是用来定位的 比如说 下面这一串号码 就是一个URN 你是什么鬼 084 85 257 UR ISB 04 这是在图书管理系统当中 用来定义一本书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贫使在互联网上很少见 懂我的意思吗 他归属于谁啊 URN 他和谁统称什么 URN 他和URN统称为什么 URN 好 那么我们的重点学谁啊 URN 对 URN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这有个介绍 你们只要看那个图就明白了 懂吗 啊 这下来这些解释啊 是我该老师说的和一些举例 重点我们看哪 看这 看这 什么是URN呢 有以下这些部分组成 分别是协议 主机 端口 路径 查询 片段 和 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显然是 是一个一个一些地址对吧 哎 前面就是组成一个URN 全部字段 这名字你只把记一记啊 啊 你再记一记啊 稍微记一记啊 比方说给你一会儿问你 这什么鬼 这什么鬼 文档的路径 OK 你能说出来就可以了 懂吗 先理解 首先看 协议 这是一个实例图线 比如说刚才我让这个的同学啊 维正江念的 这个地址 这一角就是协议 冒号双鞋杠 到这 这个协议干嘛的呢 是告浏览器 你用什么协议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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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访问服务器 然后呢 对于大部分的网站支援 都可以使用RTTP 当然 除了这个协议 我告诉你 还有好多协议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用过了 藏用的FTP 是吧 S和H Tail 是吧 这些有的常用 有的不常用啊 那这个RTTP 特别常用 Fail也用啊 Fail也用 比如说你们在用 本地亚末园的时候 还记得吗 是不是有啊 好 是有区别的 那么你看 我在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我访问 HTTP 冒号双鞋 10.0.10 4.166 回贴 它鸟我吗 不鸟我 为什么 166这个机器啊 是我的本机 真机 我的真机 根本没打网站 懂吗 也就没有开放端口 所以说 FTP 失败了 是不是 但是我访问 那个什么 1131呢 啪啪 出了个结果 什么呀 因为它的服务开放了 这就是浏览器 为什么能够 找出东西 因为它用了 准确的协议 去找了准确的人 懂吗 那你看 换个方式 我用FTP FTP啊 访问103 好使吗 但是你看 访问老师的本机呢 老师为了传资料啊 你看 老师为了传资料 自己搭了个FTP 对不对啊 你看你能不能用 这是不是你平时访问 老师的这个资料啊 所以说 这个协议头很重要 那老师不也就说 我不输协议头啊 默认的话呢 就是网站协议 知道吧 好 在协议的后方啊 根本是什么呢 是URL的第二部分 我们叫主机 主机啊 就是杠杠后面 到冒号80前方 一般就是 Domain Name 区域名称 它可以是一个域名 这个域名 有时候代表的是一个主机 有时候代表个组织 知道吗 它代表的是互联网的一台机器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IP地址 作为这个填充 是吧 只用IP地址 这并不常见 为什么 因为公众 对于公众来说 这个鬼啊 对 61.135169125 这个地址太 难记了 你看能访问吗 也可以访问 IP地址对于人来说不明的 这就为什么我们的手机 有通讯录这个功能 知道吗 你没有通讯录 能不能打电话吗 能打呀 对吧 自己拨吗 110吗 谁不会呀 对吧 马上睡不着觉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是主机地址 这个说法 但老师这个上课 开玩笑啊 我不建议大家 没事拨110 这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 主机的后方 跟的是端口 什么端口呢 端口是表达程序的位置呢 我们的地址啊 只能表达来到这个主机 知道吗 比方说 10.0.104.131 这可能是找到了我们家 知道吧 找到徐老师的家 在这里 在互联网上 这是这样加的地址 可是你到我们家 你觉得 你觉得 你就能享受到各种各样服务吗 我说学习方面啊 你到我们家 说明有人不鸟你 为什么 你要我闺女开门 她不给你开门 你去摸 为什么呢 她就问你是谁啊 你不说话她不开门 所以说地址只能 去引导这某个主机 但是有哪个应用程序 来处理服务 就要靠什么呢 靠 端口号 比方说你要远程连接 那就22是吧 你说你给我 给我放页面 我放 放个片我看看 哎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 找到了什么呀 端口号 知道不 哎 我们这个 端口号 你说老师 你没说端口号 哎 因为末认就是80 你书上不书都行 但是你要书个错的呢 你试试 你作死 是吧 你说你来个81好使吗 是吧 哎 好使吗 哎 不好使 不好使 那么这个地址 这个端口到底访问什么 比较合适呢 得访问服务器有的 叫你去我们家 去我们家找徐老师可以 对吧 你要找美女老师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吧 一会有人 有人拿 把头条砍你 那么这个端口号 可不是随便写 这必须得有 知道吗 啊 得有 那有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把某些服务 给他怎么样 拉起来 懂吗 把它拉起来 保证上正常运行 还会拥有这样的一个接口 我们把这个端口叫接口 同时呢 我们平时以前还有一个命令 比较 Net State 对吧 是不是 能看到你的机器 哪些窗口敞开了服务 比较80 22 25 22 22 25 对吧 是不是 这些端口提供了服务 提供了服务 那么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啊 我们是需要某些服务的时候 才会开上端口 不需要的时候 都关上 因为端口就是本机的入口 懂吗 你的22是远程登录来的 80是网站服务来的 21次FTP 对不对 10是邮件 23呢 也是老牌的远程管理器 对 3389是微软的远程管理器 好 这端口号不需要大家全都背下来 但是呢 常见的你得知道 今天有个客户作业啊 咱们当 咱们当人了 客户作业 了解计算机 常见 端口号 好吧 有一个要求啊 你至少给我背十个吧 多吗 多的话就二十个 好吧 多不多 不多是吧 对 说到号 你得知道服务就行了 其实我们本机都有啊 本机都有 你看我们本机都有 不用去谎查 Windows 三什么 三十二 Drivers ETC 里面有个Service 叫服务 这个就记录了常见端口号 你看啊 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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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一秒 你看 这个什么 什么110 这什么鬼 这是微软提供的 邮局服务 这POP 知道吗 你看 你平时访问的什么80 为什么不让你们随便站80端口呢 因为网站一站一装 就3W服务 WordWideWebber嘛 是不是 还有53个端口有时候会开 为什么呢 因为你搭了DNS服务器 对不对 还有你平时你搭了文件服务器 看一秒 看一秒 邮件服务器 什么呀 25 看一秒 啊 好 去找一些你感兴趣的 搜一搜 好吧 我说了记10个 这端号多了 常见的端口号 呃 是零 零 到多少啊 到1024直接 是比较常见的 再往后就不常见了 但是你记也可以 我说了你记这要10个 好吧 这只要 这要10个 你看这都是微软自己站了 看一秒 说他自己站的 啊 这批 过分 啊 对吧 谁让人家先 先开始搞的 啊 你没办 没办 好 这是端口的一个任务 希望同学们能啊 能够了解 计算机 常见端口号 这在面试当中啊 特别鄙视题当中 经常会出现 经常出现 也不多 就问你几个号码 问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别说 你全都答案了 你答个七七八八 说百分之七八十 问题就不大了 懂吗 这样两个 你就是懵懵错了 别也不说 好 再往下 端口的后面啊 紧跟着叫路径 什么叫路径呢 其实我们访问往来的时候 都有路径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就这个杠 看有没有 都有这个杠 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我平时不打呢 因为有服务器 默认啊 默认就是主目录 对吧 默认就是主页 所以这里平时一般不输 这是为了给用户方便 还设计了 但我就是书了 你看 是不是也一样啊 好 但凡你看看地址后面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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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文件夹的深度 懂吗 因为你的资料太深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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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去QQ 你去腾讯 3W 点QQ 点看我 你看 你说同意你家的网站大不大 每一个分支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东西 标点总站对不对 你去新闻 哦 新闻直接起了个新域名 你看没有 是吧 直接用新域名 新服务群组来定义 而不在一个服务器上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这俩货 不是一台机器 你信不信 你屏啊 你看 3W点QQ Q点看 看 看 这是12539 5226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服务器 评 news 新闻吗 有点看 一样吗 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话 那就可没分呗 他没分你乐啥玩 他没分后面肯定是不止一台机器 你信不信 他背后肯定是服务器群组 懂吗 对吧 服务器群组 有钱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 乐乐乐 瞎乐 我就不告诉你 因为域名是攻击对象 有人会攻击域名 知道不 不同的域名 不同的域名可以分流 你懂吗 不同的域名可以分流 比方说他攻击这个域名 真的有问题的话 这些域名还是可以用的 懂吗 我们就根据攻击DNS服务器 让DNS服务器问他的时候 谁是3W点Q 谁是3W点Q 回答不出来 其实你会发现用户就无法访问了 用户根本不懂这些东西 他只知道3W点Q 是腾讯家的网站 但不知道这中间什么解析 IP 什么服务器都不知道 懂吗 那这个时候你看你有其他域名 这些域名可以解析吧 诶 全世界有很多DNS 能解析这个不是也能去吗 懂吗 要问北京 诶 你看这是分支了 看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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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就是分支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内容太多了 你放一个文件夹里面 不好管理权限不好区分 知道不 我点开内容不代表我的观点啊 啊 好 这是那个 路径 路径 这最好理解 前四个我告诉你 这傻子一听就懂了 啊 我不是说你们的傻子 就说 这个概念很简单 啊 听起来很 这句话听得很不舒服 开玩笑 开玩笑 咱这个 我都讲了二十分钟了 三十分钟 比较困 我们休息两分钟 好吧 再讲查询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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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